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哎呀 說到花錢這事情 怎麼亂花錢 你就是不花錢嘛 對 我怎麼要花錢 我這個人就是美式作風 要就勾搭 要就不要吃 不是嘛 是比如說上下禮拜 我們聚餐也該你付錢 然後你又死不肯付錢 請問你留這麼多錢要幹嘛嘛 幹什麼 這個是一個傳統好不好 我們要把錢準備好 因為有些錢是一定要花的嘛 例如說 比如說你人生過程中 買房子要不要花錢 要 對不對 買保險要不要花錢 小孩的教育基金要不要留起來 要 但是以上三個你都沒有啊 都沒有 你沒有買房子啊 也沒有買保險啊 也沒有自己的小孩啊 我有 我自己的小孩 什麼不對 沒有啊 原來沒有 東省 西省 省下來的錢 將來留給小寶就等於留給杜立啊 留給杜立 怎麼了 因為杜立才是他親生父親啊 原來如此 怪不得小寶最近一直問我說 哪裡平板燙比較便宜 如果平板燙找不到 你可以帶他去弄髒辮 弄那個病子頭 對 對喔 沒有 什麼神經病 搞什麼 說什麼我們台灣人花錢 你們外國朋友看不懂 你們外國朋友花錢 我們台灣人才看不懂 看不懂 今天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說到花錢很專業 錢總是花在刀口上 有咩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他們 當然對面 生下來就亂花錢 跟錢他就是過不去 我們聯合國新男 歡迎 大家好 台灣人愛儲蓄的習慣 世界聞名 但也常常花在不該花的地方 今天就跟著外國新男們來看看 究竟台灣有哪些花錢習慣 是他們看不透的呢 以上我們都把它準備好了 我們整理了 台灣人為什麼花這些錢 那我們就來先撕第一條 好 來 第一條 所有人看不懂我們花的是 保險越多越有保障 真的 就是這樣啊 不懂 這很正常 怎麼了 生親人的 博理有什麼問題 我有一個朋友 他剛剛大學畢業 現在在做他的那個 研發替代液 然後他一個月可以賺到四萬塊 四萬塊很多 就四萬多塊很多 可是他四分之一的錢 他都會花到在保險上面 很快 四分之一 所以一萬多塊都在花在保險上面 一個月 一個月 我本人是 一年繳四百塊 對啊 你買的是什麼保險 就出車禍的保險 出車禍的保險 一直買那方列的問題 對啊 什麼那一方列的問題 誰沒有在後面的問題 不是 四百塊會不會太少了一點 四百真的太少了 健保都超過吧 對啊 健保一個人都六百多了 那我真的沒有在買保險 四台一個月也六百多了對不對 好了 保險才四百塊 好奇怪喔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是很愛 把錢花在健康上面 台灣人很喜歡 很喜歡去看醫生 所以我老婆她胃痛 她就看醫生 然後什麼地方不好 她就去看醫生 要去看電影嗎 當然要去看醫生 忍耐一下啦 外國我們都還滿會忍耐的 我們是發燒三天才會去看醫生 那是因為你們貴啊 健保貴 對啊 我們健保很棒 而且說到 我們都是 我們都忍耐你們那麼多年了 我們都是忍耐你們耶 很快 什麼意思 粉碗的保險都是免費 那你為什麼還不去看 就粉碗其實免費 可是還是要等 都不用繳錢嗎 對啊 都不用繳錢 掛號看病也不用錢 領藥也不用錢 為什麼這麼好啊 那這樣為什麼你還要忍耐啊 對啊 為什麼還要來啊 就去看啊 就會覺得 會不好意思啊 一定要嗎 對 不好意思 就會覺得一定要嗎 那你先待在家裡 一點點 一下下 那你就會覺得其實還好 而且其實如果你常常吃藥啊 因為你的那個就是 對藥的那個抵抗素 會加強嘛 所以領悟以後 你再生病了 你需要吃更多的藥 那就是保險這一塊 它 你說你的巴士 一個月賺了十萬塊是不是 四萬 四萬 我朋友 那個時候的朋友的一個薪水 不到三萬塊喔 但是他的生活費的快一半 就是那個買保險 愛贈 然後那個什麼 摩托車啊 還有什麼 還有臉 什麼是受傷 它是做摩托的 哦 對 然後 主要的是他都會 剛剛我講的搶播說 你趕快加入趕快加入 但是他一個矛盾 OK 他的收入就是沒那麼高嘛 然後支付的保險費很多 那是不是剩下沒有錢 然後一直在保險 這個月 我付這個保險的錢 好煩喔 但是這個保險一定要 最後打猶豫這樣 何必呢 對啊 對啊 每個人保的不一樣啦 像夢多他就是保蛋白質 因為他蛋白質一直不停的在流失 那是工作的關係 你講這個 國外不是也 Beyonce也是 是J-Lo J-Lo不是保他的屁股 對 他肚腿 肚腿 還有保腿的 對 我要保我的 保我的吼龍 怎樣可以嗎 不用啦 什麼意思 對不對 國外也是很多這種 他那種是單獨為了一個部位 但也不一樣 因為他那個部位是真的賺得錢 對 那是套的位 那個部位賺得多 是 好 那保險之外呢 你們還覺得台灣人 花什麼錢呢 撕板啦 請看 投資 你幹嘛打我 我真的要講夢多他 他保險的部位不一樣 誰像你在那邊 跟杜麗一直沒那眼去的 我是跟夢多 這是我 對啊 夢多 跟他講 你都訪哪裡 不好說 投資不手軟 你才是吧 沒有 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就是 台灣朋友 他們在投資 但是他們沒有在想 他們在 到底在投資什麼 我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真的 你可能 我要先講這個故事 你才會了解 有 我們有想 對啊 我們有想過的 我們到底在投資什麼 我們有想過 沒有 因為就是 我有一個台灣朋友 台灣朋友都是很聰明 他們都會約你出來 跟你談事情 然後約你出來吃飯 喝酒什麼的 然後他們都知道 然後約我出來 然後說 欸 杜哥 我問你 杜哥 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變成杜哥 像你杜哥 杜哥 我問你 你 杜哥還是 杜哥 杜哥 對 然後跟我說 杜哥 我問你 我可不可以跟你借個三萬塊 小Cade什麼 對你來說 想 沒有 我想說 為什麼要跟我借三萬塊 他說 因為就是 我發現就是 現在美金很便宜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一定要買美金 然後我想說 是沒有錯 美金是很便宜 那就是有你的薪水 去買 他說沒有 我已經買了 我已經買了 但是我現在沒有生活費 我沒有錢可以過生活 因為我把我所有的薪水 跑去買一些美金 你看他多看好你們美金 真的 為了你而買的 是不是 下一位 妹妹 這個是不對 你要先想好 如果你要買美金 是OK的 我這個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覺得 是OK的 但是我們美工人 至少會先 把你要用的錢 先 你的房租先交好 如果你車有貸款 也要先付 有閒錢再去換錢 你多的錢 你要去換一些美金 是OK的 但是這個朋友 是完全不一樣 他一拿到錢 就先去買一大堆美金 那剩下沒有錢吃飯 沒有欠招房租 那這個合理嗎 不合理 這個 這是不合理 這個比較誇張 要把那個比例要分配好 對 真的 我有一個認識的人 對不起 不是朋友是認識的 他也是 他的老公是演藝圈的 結果呢 他的老婆就是很愛 爛投資 譬如說 那個時候他老公 一點點住名 然後我就看到認識 但是 看過這個關係 就說 我跟你說 所以你專門認識別人的老婆 喔 喔 他也要 只要認識我 喔 沒有 可能有看過你的作品 不是 不是 他說 夢多哥 你聽說 你也是夢哥喔 夢多哥 杜哥 為什麼都要加哥 沒有耶 他們都說夢哥 拜託拜託 聽說你對 應該是 燒肉 應該是 音哥吧 音哥 沒有啦 我說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 那個烤肉的和牛廠啊 什麼什麼 然後 要不要投資一下 我們要開烤肉店 什麼什麼 然後 完全沒有規劃喔 他只是說 靠老公的名氣 然後就是用 然後自己的那個 還有他的薪水 聽說一半以上 投資比 比如說 一開始賣小小的飲料店啊 然後結果 沒有規劃 全部都倒了喔 然後但是他用 那個老公嘛 所以就是 尾部還要一直拒絕 當然是要拒絕 但是要想辦法拒絕 但是聽說 他一直在找這些人 要投資他 所以後來你投資多少 投資了五十萬 然後就是馬上就 沒有 我沒有投資啦 我是沒有投資啦 但是很危險 沒看好的就不敢投資 那這位藝人是誰 那個就是 市民到處隔壁那一條 沒有啦 不是他啦 不是 對 剛剛讀裡有說到重點 台灣人投資就是 根本沒有思想過 他就直接投資 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呢 他想要合夥加盟直播 那他們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要加盟 所以那時候 直播加盟金是三百萬 那所以一個人一百 那這種數字呢 基本上要等一陣子 才會回本對不對 我那個朋友呢 他就覺得 好 為了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我要拼 他就拿他所有的錢 去 開盟 直播 那差不多三個月後 他就開始抱怨 對面兩個人 合夥的人說 他開始抱怨這些人騙他錢 因為他還沒有回本 所以呢 最後他就開始想要把這個錢拿回來 他覺得沒有未來了 他就開始想辦法拿回來 所以最後他唯一的想法是提告 那提告完了呢 完全沒有經過任何思考 提告完了 三個人的一百萬全部噴掉 最後直播開不了了 他完全沒開 好慘喔 本來好朋友也對布公堂 對啊 對 三點的 其實這個大家都想說 這個 還是投資吃的最好 因為台灣人就是這樣嘛 就是其實口袋沒錢 但還是一定要吃飯 對 對 那還是願意吃一點好的 來犒賞自己 就是小確信 對 對